但是如果你现在就直接旋转 我们有用过的旋转工具有哪几个 你可以再用这个移动工具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可以勾起来 好这是一种 第二种是来这边任意变形 那你用哪一个都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来转看看哦 你看我现在转的是这一个 一转 图是有转 但是那个拼图那个 没有转 因为目前它那个什么 它那个功能的限制 所以它在这个图层样式这边 这个效果会没有办法跟着你旋转 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 要做另外的方式 用另外的方式 那要怎么做比较好 要这样子 你必须要把这个变成 把这些效果就变成所谓的什么 一般的图层 一般的图层 你看我现在的应该是这一张 这一层 你看我在效果这里 按右键 有没有一个叫做建立图层 本来这个效果 是不是由我们这个面板来控制 那你由它来控制 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你随时都可以调整 我要像我们刚刚讲的 阴影的方向 这个方向不满意 我就随时调整就好 但是如果你把它建立成图层之后 它们就怎么样 跟它脱离负质关系 两个就分开了 两个就分开了 就没关系 你就不能调了 这样了解的意思 我现在先把 在效果这里 不是在这里 你会发现不一样 我在上面按右键跟在效果上面按右键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右键内容 我把它建立图层 好它就告诉你 无法重置 好 你看这样就做好了 有没有变成一二三四 有没有发现变成四层 这四层 你可以把它全部选起来 好 你可以把它全部选起来 那 如果你要 这样应该不能一起转 我把它全部合并一下好了 有没有 合并可见 合并图层 我看一下 对啊 合并 这个先关掉 合并可见图层 它是又 诶诶 诶诶 多了一个 这个 我关掉 现在只有它 我就把它合并图层 或合并可见图层 打开 打开 看起来好像都一样 对不对 可是它是不是已经变成一般图层了 这个已经变成一般图层了 这个后面有没有F 没有了 所以你要怎么转 随便你啊 任你摆布了 可是缺点就是 你回不到刚刚那个 对啊 就要方块再去调整了 等于这个效果就固定下来了 万一你不满意 就是重做 以它目前来的你就是这样子 啊 了解意思吗 好